一位27岁的美女教师杨佑任 因为听闻加拿大籍岳父在非洲肯亚传教时 目睹了当地居民因无邪可穿而感染沙爪病的情形 因此在去年4月 杨佑任和太太雷可乐发起了救协救命计划 向全台湾募集救协送到肯亚 为当地居民增添了一份温暖和希望 救协救命我刚刚提过就是说 除了是台湾人的爱情集结一席 然后援助非洲这边有需要的居民之外 我觉得因为说老实话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物质能够帮助他们不受杀杂的辛劳 然后可能不会生病 但是五年十年之后 这个过程这些鞋子都会懒掉 但我们是不是又打回原点 所以如果我们只专注在于 第一线最基本的所谓的提供物资的话 那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不是太深远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第一你从提供物资 你从提供衣服鞋子之后 接下来一定要延伸到盖学校的教育 然后工作机会 这才会真的慢慢影响到生物的问题 而在台湾方面 杨耀任也希望透过救协救命计划 让年轻的学生族群 能够体验不同的公益服务活动 让他们看到世界另外一面的长相 谢谢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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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